今年的三月喔 新來曼谷最夯的一個網紅大咖店 就是LV在曼谷開了一個新的旗艦店 然後有咖啡廳 全世界都在封這個咖啡廳 那我當天因為跟我泰國的朋友 我們就一起去 想說碰碰的運氣 畢竟現在這麼紅 那我們去喔 哇真的蠻多人的那個現場的 sales 跟我們講說 大概要排隊一個小時 最後讓我們排到了 我們就順利進去 它的座位我記得只有六張 如果你是現場walking的客人 是沒辦法做那個座位 你只能購買東西 但就是沒辦法坐在那邊用餐 第一個賣餅乾 巧克力咖啡的口味 也有類似一種好像茶葉的口味 然後有賣一些 像泰式奶茶 或者是咖啡啊等等的東西 然後也有賣茶葉 所以我自己有買了一些 茶葉 然後餅乾 那餅乾有分幾種可以外帶的 第一種是 好像只能放三天 它就是有一個類似薑餅的那種造型 小小顆的香檳的造型 然後是長條的 一盒大概六顆吧 那個只能放兩到三天 那另外一種是鐵盒裝的 鐵盒裝可以放兩個禮拜 然後他們的餅乾 也都會把LV的相關的圖盆放上去 裡面有很多 像LV最經典的那個皮箱 它就把它疊成一個像塔一樣 所以非常壯觀 可以看到很多跟LV有關的飾品 或者是裝飾 我買了外帶LV的冰淇淋 我記得我買了泰式奶茶 蠻好喝的 然後買了餅乾 買了茶葉 我買了這些 所以我提非常多 大家看照片都知道 買了非常非常多東西回來 所以我的目的就是送客戶啊 送朋友啊等等 所以其實我離開那間店沒多久 我就發掉一半 然後剩下一半帶回台灣 就把它發掉了